大家好,我是滾妹 好,那今天這個是滾妹 才藝課 立體念作課 做的圈圈叉叉 章魚是叉叉 章魚是圈圈 螃蟹是叉叉 這是他自己親手DIY 學校老師教的喔 才藝課 你打開,你打開 哥哥坐下,我要讓觀眾們看 好,我們打開 好 這邊拉出來 好,拉出來 這裡有支,對 輕輕的 這都是立體黏土 我的14號 這個是阿妹的螃蟹 對不對 這個是阿妹的章魚 那幾隻章魚,幾隻螃蟹呢 三隻章魚,三隻螃蟹 你可以算一下嗎 你算過了 三隻章魚,三隻螃蟹 2,4,6,8,10,11 拿來的11個 1,2,3,4,5,6 這裡格子有幾個 這個沒數到 這格子1,2,3,9個 那誰要當螃蟹 那我當小章魚 螃蟹是圈圈 XXX XX 章魚是圈圈 好,那我先喊 好,你們猜拳猜拳 剪刀石頭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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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 沒關係,好玩就 玩兩場就好了 下中間 下中間喔 再來 擋住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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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條線了 好,換妹妹先 換妹妹先 好,妹妹先喔 可以下兩個 只剩下一個 好,換妹妹 行系之路 喔 喔 擋住 再換妹妹 這樣我兩個都不玩 啊,平手喔 平手喔 好,最後一次 最後一次,兩個猜拳好了 因為各一次了嘛,對不對 所以2比1喔 1比1 2比1喔 平手算1分嗎 好,這就1比0 好 來,剪刀石頭 不 剪刀石頭 不 不 就算下中間是沒用的 中間 欸,怎麼這樣咧 下中間就那麼像 擋住他妹妹 擋住他妹妹 擋住不是 不可以這樣子啊妹 換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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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擋住他要快變一條線了 他連 老奶服輸勝利的話呢 他連他哪一個要變三個 一條線 加油 加油 他 哥哥 他不會玩 哥哥 啊 不是 這樣哥哥就贏 他這樣子就算一條線三個啊 擋住 擋住的話 你就放這邊我就沒辦法拿 對 沒關係,妹妹還不太會玩 我會玩 你會玩 好啦 就是不要讓 你不要讓他變成三個一條線 對 就像這樣子 就像這樣子 哥哥 哥哥排這裡 然後我排這裡 然後哥哥排 這裡 然後呢 我就這樣子 然後用 借一下借一下 然後這樣子 然後再這樣子 對 所以哥哥剛剛這樣子的時候 你沒有來這邊擋他一下 差一點點 好吧 那這是 這個是妹妹的才藝課 因為他做的立體黏土喔 他怎麼那麼輕 因為他是用黏土跟保麗龍 保麗龍喔 他變好輕 你看這小章魚超可愛的耶 看一下 還有嗎 再玩一次 螃蟹 螃蟹 還要玩一次嗎 嗯 最後一次 那我再一次當螃蟹 那我再一次當章魚哥 最後一次喔 好 輸贏不是重點 是過程好玩就好 好 先猜拳嗎 好 不 喔 哥哥贏了 好 換妹妹 換妹妹 好 再來 中間死角都可以 擋住他 擋住他 不是不是 啊 我知道 我知道學技了 妹妹總是都不擋斜的 對 他要擋住 他只擋橫的跟直的 他已經擋住了 不行不行不行 好我分享給大家 這是阿妹的才藝課程的立體黏土喔 他做了章魚跟螃蟹 好 那跟大家說掰掰 掰掰